还有他们的学长生伙伴 老友生 钟婧玲 欢迎大家的老伴呀 已经居然在我们的学生当中 他们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他们没有一样 就是海洋中的音乐 这些人能发出气场过种美妙的声音 接下来呀 你们要来 我们的歌声 给三点朋友们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觉得我听的话 已经想到了 那大家也非常的喜欢他们 那这样我也采访一下他们 那原来你们 这个歌声唱得好棒呀 哎呀 哎呀 真兴趣 我们来看看 他们平平的点头 对对对 歌声已经非常的自信 那你们看 今天来了这么多热情的歌众朋友们 你们喜欢大家吗 你们喜欢呀 那这样子 既然你们喜欢大家 把爱情的小鱼 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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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这是 多多快看看 这次也不仅不念头了 看一下我们的学友师朋友喝水呢 太调皮了这是 朋友们 不要失望 因为我们是他们小技 那么就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来告诉朋友们 来经只来吃小鱼 所以在这里呀 也要 祝大家 要充满好你的食品和物品 现在不要把他们 丢在我们的水汁里 所以为了感谢大家的佩服 我们的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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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